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在打败了陈有亮和张世成之后,正式和元朝政府开战,那么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元朝政府建立的这个过程。 正说到1283年,著名的抗原意识文天祥被押往大都的刑场,在到达刑场的时候,这个刑场周围已经围了无数的老百姓了,他们呢都是来为文天祥送刑的。 在刑场上,文天祥提出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问哪个方向是南方?马上就有老百姓指给他看,于是文天祥向着南方跪拜行礼,然后坐下,从容不迫的对行刑的人说,我的事情结束了,你们来吧。 这一天,文天祥可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告诉了所有的人,在这场以个人之力对看国家机器的战争当中,他才是不折不扣的胜利者。 文天祥至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元朝的统治者们呢,想从他身上找到答案的这种想法,破灭了。 其实啊,这个答案就藏在文天祥的一代照中,这也是他的遗书。 这几句话实在是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 文天祥的行为告诉了所有的人,人的肉体是可以被征服的,也可以被消灭的,但是道义不会被征服。 这种道义不但属于每一个人,也属于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之所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五亡矣。 咱们在这儿介绍文天祥,不但是要介绍他的伟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文天祥的行为以及思想很值得研究。 咱们在前面说过了,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 文天祥的行为与后来明朝众多的政臣以及东临党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咱们还将在今后的故事当中揭示出这种隐秘的联系及其产生的原因。 现在呢,咱们还是说元朝。 元朝啊,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开始了自己的统治。 什么情况呢? 他们不了解自己统治之下的这些人在想什么,而且也不想了解,或者说呢,想了解也没办法了解。 而文天祥呢,就成了这些被统治者的精神偶像。 所有的那些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人都拿文天祥来作为自己的学习的榜样。 您说,这样的统治他能牢固得了吗? 这老百姓都不服啊。 这些蒙古贵族们倒是很注意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 他们不接受汉化,不和汉人通婚。 我们说的是当时啊,他们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这个差距啊,是越拉越大,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再加上时不时的又出了几个贵族,在那叫嚣着要把汉人全都赶走,拿农田去养牛羊。 幸好啊,当时的丞相托托出面阻止,这些愚蠢的主意还没有得以实现。 在这儿咱们也说明一下啊,这个托托可不是后来修黄河河地的那个托托。 这个元朝初年的托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是因为他的建议, 元朝的军队在攻陷了很多城市之后,没有大肆的屠杀当地的居民,而是不断的向着农耕文明去发展。 这个人呀,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功臣。 在元朝的大家庭里,家长似乎对家庭成员没有什么感情,看中了什么就抢什么,仿佛这个家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一样。 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双方是越看对方越不顺眼,那既然过不到一块,就分家吧。 可问题是,这个家里啊,干活的都是那些家庭成员,家长呢,就会享受。 离开了这些家庭成员,那些蒙古贵族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一方要分,一方不想让分,那怎么办呀,就只好使用家庭暴力了。 可是那些个曾经纵横天下的蒙古骑兵,已经在享乐的生活当中沉沦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了。 他们除了欺负家里那些手无寸铁的下人之外,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本事。 而当这些下人们拿起了平时干活的菜刀和锄头来反抗的时候,曾经的统治者就变得手足无措了。 比如蒙古军队当中最精锐的部队叫阿肃军。 这支部队即使在强悍的蒙古军队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曾经立下过大功。 可是当袁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他们被派去镇压,这支部队接到命令之后,倒是立即出发了。 日夜兼程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嘛去了? 去抢了一把老百姓,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可是这帮人呢,运气不好,抢劫完了之后往回走啊,半路上正好碰见了起义军。 这些蒙古骑兵刚看见对方的旗帜,这个领队的首领就大声的在那喊,啊不,啊不,什么意思呀? 就是快跑,快跑,好嘛,这样一支啊,最为精锐的部队就这样败退了。 跑回去之后呢,这个部队的主将还跟元朝政府说瞎话,说自己啊,是遭遇了好几倍于自己的起义军才败退的。 就这样的军队素质,才使得元朝军队在起义初期是显得不堪一击。 但是随着起义的规模扩大,元朝统治者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他们的血管当中也复苏了过来,于是元朝政府重新整编了部队,部队的战斗力也直线上升,先后镇压了全国很多地方的起义。 看来呀,只要跨上马,他们仍然是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子孙。 在他们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才能的将领,来解救元朝的危机。 在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叫做阔阔偏末尔,他呀,还有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名字,那就是王宝宝。 这个阔阔偏末尔这个名字呀,太拗口了,不好说。 那在这呢,咱们就称呼他为王宝宝吧。 这个王宝宝啊,是元朝名家查罕偏末尔的外甥,也是他的养子。 在查罕被杀之后,王宝宝承担起了守护元朝的使命,并且成为了明朝的主要敌人。 这个名字啊,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在咱们的故事当中。 说完了元朝那头,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朱元璋。 朱元璋现在终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儿了,那就是消灭元朝,为自己的父母报仇。 而朱元璋提出的口号,更能引起广大老百姓的共鸣。 他提的什么口号啊? 叫驱除葫芦,恢复中华,立刚臣记,救济私民。 这也是当时啊,很多人的想法。 事实上,老百姓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很久了。 现在呢,出现了这么一位领头人,你说这些老百姓能不跟着他走吗? 在元朝制政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一三六七年的十月,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长玉春,会世北伐。 这次北伐是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公元十世纪初,咱们中国历史上特别著名的那个儿皇帝石敬堂,为了他自己的荣华富贵,把北边显耀之地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 那位问了,这儿皇帝是怎么回事啊? 在这儿啊,咱们有必要多说几句。 在这个唐明宗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儿子李从克,另一个呢,是他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堂。 那么这两个人都骁勇善战,但是又互相都不服气。 到了后来,李从克当了后堂的皇帝,这个时候两个人啊,终于是闹到了公开破裂的地步。 这李从克派了几万人马去攻打石敬堂所在的晋阳城,石敬堂抵挡不住啊,晋阳非常的危急。 于是有个谋士叫桑维汉给石敬堂出了个主意,让他呀向契丹人去讨救兵。 当时呢,契丹那边的耶律阿宝基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 这个桑维汉帮石敬堂起草了一封求救信给这个耶律德光送去,表示愿意拜契丹国主做父亲, 并且答应在打退唐军之后,把燕门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当然了,石敬堂的这种投降活动也遭到了自己部将的反对。 他的部下有一个叫刘志远的就说呀,您向契丹去求救,称臣都说得过去, 但是您拜人家当爹未免就过分了,再说答应给他一些金银财宝还不打紧,您不该割上土地呀。 可是这个石敬堂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哪肯听刘志远的劝阻啊。 急急忙忙的就派这个桑维汉带了这些卖国的条件去见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本来想往南扩张点土地,他听见石敬堂提出这么优厚的条件,那真是喜出望外呀。 立刻就派出五万精兵,都是骑兵,去这个晋阳救石敬堂。 石敬堂从晋阳城出兵夹击,和契丹军一起把唐军打得大败。 后来呢,耶律德光来到晋阳考察了一番,发现石敬堂这个人呀,确实是死心塌地的投靠他。 就对石敬堂说,我奔波三千里来救你们,总算有个收获。 我看你的外貌和气度,奏得上做个中原主人,那我就封你做皇帝吧。 这石敬堂啊,开始还假惺惺推出呢,后来经过部下的一番劝说,也就高兴的接受了。 契丹国主就正式宣布石敬堂为皇帝。 石敬堂称帝之后,立刻就按照原来答应的条件,把燕云十六州格让给了契丹。 这个石敬堂做了皇帝之后呢,把契丹的国主称作是父皇帝,自己啊称儿皇帝。 其实呢,他比这个耶律德光啊,大着十几岁了。 他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搏三十万匹之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臣向契丹国主和太后以及贵族大臣送礼。 这个石敬堂啊,套着契丹的保护,当了七年可耻的儿皇帝,最后病死了。 石敬堂这个人,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之一,其人格之无耻,行为之卑劣,脸皮之厚度,厚人难于匹敌。 那位说了,怎么比不了啊? 您想想,他敢管比自己小十几岁的辽国皇帝教爸爸,这谁能比啊? 就是由于这个石敬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所以使得中原王朝从此之后,在与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当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这么一个被动的地位。 由于中原是以步兵为主,而游牧民族呢,则以骑兵为主。 隔让了十六州以后啊,中原的步兵们就要在千里平原上直接面对着骑兵的冲击了。 您想想,这仗还怎么打呀? 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宋朝就毁在了这个石敬堂的手里。 中原的士兵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支驱去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 直到整个大宋王朝崩溃为止。 那么在燕云十六州失陷四百年之后,朱元璋开始了他的北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由南而北的统一战争。 朱元璋这个时候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什么选择呀? 那就是应该怎么进攻。 当时啊,朱元璋已经占据了江浙和湖广一带,但是元朝呢,仍然占据着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要实现推翻元朝的目的,那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作战计划。 朱元璋并没有选择直接进攻元的首都大都这种策略。 他认为啊,要想彻底的击败元朝统治者,必须先要攻取山东和河南,然后再图攻取大都。 这个策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元朝啊,实力还挺强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还有个王宝宝呢? 为了鼓舞军队的士气,朱元璋在出征之前,对自己的士兵和将领们说了一句话,来鼓舞他们战胜敌人的勇气。 朱元璋说的什么呀?他讲啊,偏道好还,中国有必慎之礼,人心孝顺,匹父无不报之仇。 咱们可以想象得到,朱元璋当时应该是咬牙切齿的说出这句话的。 那么在此之后,北伐正式开始,主将啊,是堪称宁帝国双帝的徐达和常与春。 您发现没有,这朱元璋啊,特别爱使用这两员大将。 打陈又亮是徐达和常与春,打张世成还是徐达和常与春。 那现在呢,又是这二位,他们俩配合起来,可以说是诸连必和,无往不胜。 这一回呢,他们也没让朱元璋失望。 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朱元璋的军队,连续攻破了元朝的防线。 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山洞。 这个过程啊,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元朝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 在元军统帅王宝宝的心中,并没有把朱元璋的军队当回事。 在他看来啊,徐达和常与春领着的那些部队,就跟他以前打垮的那些纪律松散,战斗力很差的农民起义军,没什么区别。 他呀,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拿去对付和他争权的李思琪,而只是把这个防守山洞的任务交给了他自己的弟弟,托因天摩尔。 这位托因天摩尔倒是一位不错的将领,但是和超一流的徐达常与春碰到一块,那他就差远了。 徐达和常与春用自己的军事行动给这位王宝宝的弟弟上了一堂军事理论课。 这位在济南还没回过味儿来呢,就发现自己驻守的山洞已经是殿插无军的旗帜。 徐达常与春一刻不停,又从山东出发,分兵两路去进攻河南。 在这个地方,他们遇到了北伐途中最为顽强的抵抗。 诸守河南的呢,是元朝的梁王阿鲁温。 这个阿鲁温呀,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 在危急时刻,他正确的认识了形势,集中了五万军队,在落水的北岸布了一个大阵,等着徐达和常与春的军队到来。 应该说呀,他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有力地形带给他两个优势。 如果敌军敢于强攻,他就召集军队,激其半渡,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啊,即使作战不力呢,也方便撤退逃跑。 事实证明啊,这位阿鲁温还确实是充分利用了这两个优势当中的一个,当然了,不是前者。 当徐达的军队到达落水的时候,这蒙古军队琢磨着,他怎么着也得在对岸扎个大营啊,先休息一下,然后再看看地势,制定一下作战方案,之后再进行攻击。 怎么着也得有这么个过程吧。 可是没想到啊,徐达的军队到了落水之后,一刻也没停,直接就发动了进攻。 而组织进攻的人,当然是永远充当先锋的常玉春。 常玉春啊,带着军队像飞一样的就渡过了落水。 这些元朝军队目瞪口呆的还没看明白呢,都没来得及组织起来,常玉春的这个钢刀啊,就架到他们脖子上了。 于是,敌大溃追奔五十余里,这是灵史当中的记载。 那个梁王阿鲁温跑了半天,最后也没跑出常玉春的手心,当了俘虏了。 到这个时候,王宝宝才意识到,自己面前的对手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那么这两个可怕的对手,又将给王宝宝带来怎样的打击呢? 咱们明天再说。